拿個X1片去香港 然後在上海 北京 然後都 各個牙醫院 然後都去掛號去看 都說要把 然後後來我朋友介紹 就說 有自己牙醫子這個 因為在香港好像 都沒有這樣的技術 然後很好 然後 你做菜 你做什麼的意思 大家好 我是吳醫師 這是金先生 金先生是哪裡來 我以前在上海待了很多的時間 然後後面在曼谷 也待了很長時間 就是這樣子兩地跑 對 在夏威延待了很多時間 哦 那當初怎麼會來我們診所 因為我的水瓶置詞 把大牙 塑了以後 然後去掛號去 所以開始在曼谷的醫院 是 對 然後那醫生就說要 要4顆牙 就是把 連第二大救死 就是他本來長 第二大救死 然後還有水瓶置詞 他水瓶置詞 因為太晚拔 造成前面那個 解住掉了 對 所以那時候 曼谷的醫生說 4顆都要把 兩側對稱的 對 兩側 對稱的大牙 從頭水瓶置詞要拔 就是大救死也要拔 對 然後我就被嚇到 我說 我就是周庚牙 為什麼要拔這麼多 哈哈哈哈 然後就拿著X1PAM 去香港 然後再上台北京 然後都 各個牙醫院 然後都去掛號去看 是 然後 去那麼多地方看 對 然後 都 都說要把 4顆 右邊這顆 聽說根管 左邊這顆是 保護紙 一定保護紙 然後後來 我朋友介紹 就說 自體阿姨子這個 對對對 然後 都是在網路口 對 我也在那個 北京和上海 對 多問 對 所以在香港 好像沒有這樣的記者 好 然後 最後在YouTube上 找吳醫師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 剛好我的支持 又是 凶手 然後就 讓他來 讓他來把我的 取代 對 取代 因為 是這樣 我們 雪瓶致詞 我們不怕 把他拔掉 我們怕的是 太晚拔 我們怕的就是 助牙是助到 前面那一顆 對 這個是我們 比較害怕的 你雪瓶致詞壞掉 我們就 如果助掉 我們就拔掉就好 可是如果他影響到別人的話 有時候 就像金先生這樣 太晚拔 有時候 有些醫師就會跟你說 他就兩個一起拔一拔 因為後面那個助牙 真的是不好 不好補 也不好處理 對 以後 之後也不好 金先生來自中國 北京 在香港 上海 在曼谷 都找不到 對他來說 比較合適的 治療方式 所以就來我們這邊 咨詢 自體牙移植的部分 他一開始來的 狀況是這樣 右邊下面 下面 最後一顆 這是智齒 最後一顆已經 住掉了 左邊下面 更長 也是一樣有同樣的情形 智齒 左下智齒長斜的 長橫的 這邊 是不可能清的 如果變成說 我很認真清 可以清嗎 清不到的 這個部分 牙線站怎麼會用 一定會有絲腳 所以 脫 水瓶智齒 脫越久 只會造成 蛀牙 就造成金先生 現在這個狀況 因此 嗯 我們評估完之後 唯一好的智齒 所以他之前去評估的時候 基本上醫生都建議他拔拔 拔拔 拔拔 基本上這沒什麼問題 這治療計畫本來就是這樣 拔拔 左下智齒 水瓶智齒都拔掉 沒有問題 然後這顆智齒都住很深 而且都住到牙根 基本上要拔也可以 要留也可以 只是這種 通常很難留了啦 所以之前的醫生這樣評估 在台灣也是這樣子 通常都是拔掉 那 我們能不能生一顆 好的 第二大舺齒給他 可以 因為他唯一一顆好的智齒 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建議他 智齒就不留了 智齒 智齒就不留了 這一顆 左下智齒不留 然後 這一顆注牙注太深 傷害已經太大了 也不留 好 這一顆我們建議他用補的 看起來醫生間在一點點距離 這一顆智齒是完整的 所以我們建議他把 右邊下面的智齒 移到 左邊下面這一顆來 來取代這一顆 所以 半年之後 移過來之後的半年 回來追蹤 是這樣 右下的 助牙我們補起來 左下 本來是在這裡的 智齒 我們就把它用智體牙移植 把它移過來 追蹤完之後 這邊的骨頭也都長得很不錯 牙齒也沒有動搖 所以看起來是非常穩固 非常健康的牙齒 左上智齒也拔掉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治療方式 這是前後比較 這是前後比較 原本 駐掉的部分 我們都拿掉 我們想辦法把這一顆 智齒 右下的智齒 完整的把它拔出來 放到左邊下面這邊 讓它可以工作 然後取代原本駐掉的左邊下面 第二大舊齒 所以這樣子就有完整的尺質 健康的尺質 這樣子才可以讓牙齒 永續 繼續使用 基本上也沒有搖濃度 聚合得非常好 因為第一個它小於40歲了 非常的年輕 所以這個技術 所以它去中國 上海 香港 泰國 你的曼谷 都沒有這部分的 自體牙齒植的技術 所以就來我們這邊 接受這個治療 所以 連帶它把裡面的牙水 如果可以存的部分 我們都把它存起來 存在它的牙水幹細胞裡面 把它存出來 以後它想要做 其他的應用也都可以 所以我們就 用一次的時間 同時把這些 不好的牙齒拿掉 用一次的時間 同一次 我們把牙齒移過來 治療完 我們追蹤半年後 追蹤 癒合得很好 所以只要需要一次 我們就可以做到這樣子 好 這樣子對於這個case 來說 大家 知道了嗎? 謝謝 幫我們按讚 訂閱跟分享 謝謝 掰掰 掰掰 牙藥寶 找三寶